大家好,我是彩虹 首先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今天咱们来做葱香炒冒饼 外酥里软层次多 简单好做还好吃 赶快一起学做起来吧 首先在350克普通面粉里 加入3克盐,增加筋性 再分次倒入225克 5-60多的温热水 搅拌成絮状 这样一个饼坯就做好了 继续将另外一个面团 按照以上的步骤做完 然后取现做好的生坯 表面少拍点面粉防粘 再用擀面杖从中间向外擀 切记每擀一次都要从中间向四周擀 这样会保持纹路不变形 最后按自家锅的大小擀成圆形饼坯 电饼铛开大火预热刷油 放入饼坯 盖上盖子 闷2-3分钟左右 开盖 这时饼已经变色鼓起 表面离油翻面 另一面摘烙至丧色表面微鼓即可出锅 看看这橙子 清晰分明 都是一圈圈的 这样咱们的葱香炒猫饼就做好了 外酥里软 层次丰富 还全都是小薄层 吃起来有淡淡的葱香 淡淡的咸味 可以一圈圈的丝热吃 口感超好 真是越吃越爱吃 喜欢的朋友就赶快试试吧 美食天天更新 咱们明天见 拜拜